今天是8月23日,星期二 有一段时间没有在这里跟大家分享每日的圣言的分享 因为早段时期身体不舒服,又忙,又迫思维 刚刚才重思维,白天的备静完了 昨天走就出静了 为我来说,白天的备静也有很多得着 有白天很静的时间也有好的神思 可以发现自己更多 可以自己在哪里不平心的部分 可以让天主最大的安慰是让我自己有一种比较新的视野 分享主自己比较执着的一些新的提法 我每天都避静的时间,每天都将自己的一些祈祷的经验都录下 如果有朋友,每天都有八天的,都是一个旅程 如果有朋友愿意听的,分享的,觉得有帮助的 也可以在WhatsApp做给他个信息 我都可以给他分享一下我的内容 不过这个就不是太公开 如果你有这份渴望才能传递给你们 今天,《读经一》就是《德撒洛尼人后书》第二章的选节 这里的主题就是,阿保禄鼓励《德撒洛尼人》 要怀着一份对天主赐给我们 有一份永远的希望 永远的安慰,善的希望 而且鼓励他们的教友 在德撒洛尼人家教友的那份心 我这里特别给他们的心吸引一下 如何在各种善言上去兼顾他们 兼顾他们的心 同时,这里有些对照 都是《马斗福音》23章23至26节 耶稣似乎都不客气 用了七个和灾来针对经师和法尼赛人 而且特别点名,他们是法尼赛假善人 这是很严重的指控 一般我们现在好像吵架似的 其实我们跟人聊天 我们都不会说他们很虚偽 耶稣似乎是指出长期观察 看到那些经师和法尼赛人 他们固守着传递信仰的崗位 不过做不到他们的事 就将他们的重担传授给人 而且他自己看到很多虚假的行为 即他们的心是… 德撒罗尼人后书 保禄叫他们主要坚固人的心 要有善功善言 不过耶稣看到这些人 他的心不是这样 没有善言善功 表面上可能是… 不过他的心不是… 所以这里也是带出我们的心 如何去看我们的心 我记得昨天 《最后一天秘静》 董神父也分享了一个主题 我记得的 我们如何做明父其实呢 就是说我们要面对自己的真实 不过我们很多基督徒 甚至乎是… 做牧者 好带领其他人 尤其是我们如何注意自己的言行 留意到我们自己是一个… 名乎其实的… 做到那个角色 如果你是教师的 你是不是… 你是不是做到一个教师的角色 你教尸佬哥 你教你的学生 你是不是有这份… 内心 你是不是有这份爱 有这份关心去教 或者你… 只是… 只是盡责任 表面做了一些事情 如果你是神职人员好 或者… 甚至乎… 董神父举例 你戴鼻症好 或者… 你是… 从事衣立着 灵修的工作好 你说的那些事情 你自己是不是做得到 你… 鼓励人家平心 你自己有多少平心 所以… 是… 是… 是一个名乎其实 我们怎样做一个名乎其实的… 一个人… 其实… Be human 就是… 白天秘静 董神父举事上引用这一句 我们怎样… Be human 做一个人… 一个人… 人性… 我们可以碰触到… 我们很真实的地方… 做人就是那个心… 今天… 吸引我的地方… 就是… 我们怎样去碰触自己的心… 耶稣就… 提到… 他们那些… 佛尼赛人是… 完全… 完全是虚假的心… 是吧… 那这裡… 为我们是一个… 很大的反省… 就是… 我们怎样… 是不是一个名乎其实的… 一个基督徒… 我自己的… 如果… 我是一个主流的导师… 我是一个… 舞蹈班的教士… 或者… 我是一个… 上司… 或者… 我是一个… 爸爸妈妈好… 或者… 子女好… 我们的角色… 我们有没有… 做到… 我们自己的角色… 要求的本分… 或者… 只是… 我们自己的口讲… 嗯… 我白天秘静最深的… 一个… 一个… 就是… 感受到… 一份… 爱的恩典… 即是… 好像… 心… 可以捧足到一些爱… 因为… 这份… 我们… 回顾天主… 在我身上的恩德… 这是很真实的… 一份爱… 那… 我… 在我自己的生命中… 我… 就… 回顾一下… 这里… 这里… 我是… 有些时候… 我是少的… 就是… 有些时候… 我… 好像… 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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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尽… 尽…尽…尽… 剛剛收到的消息,愛母本來上個禮拜是好回出院,過了很危險的一關 不過出院兩三天之後又要再入院,這次剛剛收到的消息比較嚴重 細菌的感染,可能上次又肺,這次完全沒清光,又去到另一個器官,去到肝 情況似乎都嚴重,這裏都給我反省一下我和愛母的關係 這裏我沒有那份愛,有那份關心,我的心和我自己的口是怎麼說的 待會兒約了小女兒去醫院,去探望一下,可能時間不是太多 這裏很難說到愛母太多的事,不過這裏帶出自己的內心,這份心,我們怎麼碰觸自己的心 我們說醫立即靈修傳統,我們去內在,內在就是去碰觸自己,聆聽自己的聲音 內心出現的聲音,去辨別什麼是吸引我們的走向著,什麼是讓我們離開著,聽聽這些聲音 聽聽聽愛的聲音,有沒有愛的聲音,有沒有他真的關懷人的聲音 所以這裏有時都不是可以口說,我要做,我要想有愛就可以有愛,這裏需要一份恩典 所以保錄在今天的書信上,德薩諾人的書信上,都是求主那份 主竟然給了一個永遠的安慰,美好的希望,所以需要求這份恩典,鼓勵我們的心 在各種事上,愛在,內在的,都求主去堅固我們,這份恩典 讓我們能夠感受到這一份愛的,愛的心意,愛的恩典是來自主 我們感受到的時間,我們才有能力去,去碰觸,就這份碰觸到這份愛的心 才可以將這份愛輻射去,成為我們生活美好的見證 我們這份見證是在外面,從裡面都能夠做得到的 才是一個名副其實的基督徒 別人看到我們,起碼不會說我們是一個假善人 一個假善的基督徒 所以這裏是求主,今天特別祈禱,求主去堅固我們每個人的心 讓我們去,或者治療我們的心,讓我們那份心硬,那份執著,那份冰冷 求主的一份恩典,我們不知道他有什麼可以幫我們 不過,這裏是需要主的恩典去治癒我們,去活潑我們自己 有時候不是太活潑,不是太過熱情的心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這裏,祝有各位